荣耀龙旗战队当中的每一个人 全都自发的来到大堂前 同徐扬暂别 毕竟这样一次前往中域皇族内部的远征 没有人能够陪在徐扬的身边 不管遇到怎样的困境 都只能靠他自己 没有兄弟们在身边的日子 对于徐扬来说 心里面总会是觉得空荡荡的 虽然他的实力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帮衬 一样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是说起来最近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 都是和荣耀龙旗战团当中的每一个人 朝夕相处并肩作战 突然之间又回到了一个人独行侠的日子当中 徐扬倒还是真的有些不适应 不过他很清楚 对于他来说 想要踏出一道前无古人的盖世封碑 注定也就只能剩下自己一个人 能够站在顶峰的王 终究要学会享受孤独 重新回到一个人的战斗状态当中 也能够为徐扬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境界 给予一定的帮助 对于徐扬来说 他现在所要培养的 就是无穷无尽的杀影 而在这期间 徐扬很清楚狼性一般的战斗姿态 才是他最应该追求的方向 让自己重新恢复到一只孤狼的样子 才能够逐渐摸索到杀意的极致 从而达到自己渴望中的第十层 原始力量弃旋的开启 在这个领域达到前无古人的至尊境界 不用把气氛搞得这么紧张吧 我又不是去死 瞧瞧你们这一个个这点出息 都把眼泪给我憋回去 徐扬突然故作严厉的说了一声 果不其然 大家虽然都止住了眼泪 可一个个也都眼圈发红 特别是灵瑶这丫头 自从找到了徐扬 并且陪伴他一路征程 又是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他是真的不想离开徐扬的身边 但是这一次他很清楚 不管任何人跟在徐扬的身边 都只能成为他的累赘 他所要走的道路 注定只有他一个人 徐扬老大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是我和世天道之间的姻缘 全都是你一手促成的 不管怎么说 我都欠你一个大大的人情 如今就将这人情回赠于你 带着这枚秦王令上路的话 一定能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帮助 只要和忠义皇族方面打交道的时候 这份秦王令 都将是你畅行无阻的通行证 除非是你招惹到了王侯级别的存在 否则 就算是我这样的世子 见到了秦王令以后 也一定要对你毕恭毕敬的 徐扬这一波倒是没什么客套 主动接下了十八世子云海洋 赠送给自己的这一面秦王令 徐扬很清楚 这一次深入忠于王朝 打架还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任务则是要查探消息 因此有了这一面秦王令在手的话 必要的时候能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 他也没客气什么 伸手接过秦王令 而后不做犹豫 在和荣耀龙旗战队众人一一作别之后 腾空而起 化作一道流光 转眼之间消失在了众人的事业尽头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就算是再亲密的伙伴 再强大的团队 终有一天还是要走向分离 唯一能够陪伴自己的 如影随形的只有孤独 学会享受孤独 是任何一名想要踏进巅峰的强者 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一个人走在茫茫沙漠之中 徐扬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苦行僧的模样 从外表上看起来 这就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普通人 他脸去了自己身上的所有锋芒和气场 用最简单朴素的方式开启这段征程 殊不知赶路也就是修行的过程 徐扬从来都不是一个只注重结局 不注重经历的人 他渐渐的适应 并且开始享受这样一个人的姿态 如同一匹孤独的狼 一个人漫步在茫茫沙漠之中 心中的执念也变得从未有过的坚定 然而让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 云海洋赠送给自己的这一枚秦王令 却在半途之中 引发了极为特殊的反应 淡淡的金光在秦王令的本体之上散发出来 笼罩着徐扬的身体 带给他一种极为特殊的感觉 与此同时 他体内的那两枚骨玉碎片 似乎也因为这道淡淡的金光 产生了一种极为强烈的共鸣 之前已经陷入沉睡的小花 很快便恢复了自主意识 阿阳 你不觉得这枚秦王令有些不一样吗 它身上散发着一种十分诡异的气息 更像是一种指引 我建议你好好查探一番 这气息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 或者 尝试一下 将它与你体内的那几枚骨玉碎片融合一下 看看能不能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反应 得到了小花的指引之后 徐扬毫不犹豫地 将另外两枚骨玉碎片同时召唤了出来 把玩在掌心之中 又将那一枚宝贵的秦王令 和两枚骨玉碎片放在了一起 果不其然 金色的光芒与骨玉无比通透的淡蓝色的气息完美融合 交错纵横之间 竟然鸣运出一种极为特殊的灵魂气息波动 几乎同在这一瞬间 骨玉当中的月之女神的灵魂传音 抵达了徐扬的灵魂世界 主人 我有一种预感 这一枚秦王令 应该包藏着指引第三块骨玉碎片的真正位置所在 只是 这一枚秦王令当中的灵魂气息并不完整 如果你能尝试着 将七枚秦王令全部集齐的话 很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徐扬倒不是怀疑月之女神给自己做出的指引 只是他却想不通 为何这秦王令上的气息 能够和骨玉碎片的气息 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 月之女神自然也能够感受到徐扬心中的疑惑 口吻淡然地说着 之所以两者之间能发生气息融合的变化 是因为这秦王令的内在 拥有一部分骨玉碎片的力量本源 也就是说 这七枚秦王令 很有可能潜藏着有关封印骨玉的某种秘心 而这 原本应该是中玉皇族内部外传的秘密 恐怕 就连那个十八世子他也不清楚 唯有皇族的嫡系血脉 才能掌控这样的秘密 当然还有那中玉皇族的七大王侯 也就是七枚秦王令的主人 他们当中应当也有人知道这个秘密的 请不吝点赞承订阅